英雄說書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說書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位清末明初的武林名人 同時也是六星年級生 以前觀看龍翔電影台的熟面孔 相傳他身負爵士武功保家衛國 一方面又經營醫館濟世救人 這樣一位熱血好男兒 而他究竟是誰呢? 那就是佛山黃飛鴻 黃飛鴻的電影早在1950年代開始就掀起蜂巢 以他為主角拍攝的電視劇影集 總共有超過100集以上 堪稱是這世界上以單一人物為系列 拍攝最多的主題影集了 超人跟蝙蝠俠只能算是小弟 最早因為拍攝黃飛鴻影集而走紅的人 其實並不是現在年輕人很熟悉的李連傑 而是在1996年去世的資深演員 關德鴻 而關德鴻也是香港影迷心中永遠的黃師傅 還記得電影裡面的黃飛鴻 他總是能夠以一擋擺 單挑黑幫 搶救孤兒寡母完成各種超級任務 雖然我們都能夠理解電影當中多少有一點誇大的成分 但是我們難免還是會好奇 到底現實中的黃飛鴻 有電影裡面的幾層功力 那些他的精彩故事 難道全部都是被神化出來的嗎? 今天阿瑞就來聊一聊 那些關於黃飛鴻功夫的傳說與真實 在開始正題之前呢 要感謝由品玩幫代理漢家松鼠工作室所研發的 漢家江湖手機遊戲贊助這支影片 漢家江湖是一款故事文本豐富 單人遊玩取向的武俠遊戲 如果你是喜歡享受跑劇情 感受古時候俠客生活的人 阿瑞我覺得非常值得一試 包括我們之前提過的李白 今天要講的黃飛鴻 這些人物都是遊戲當中可以使用的角色 至於他們會經歷什麼樣的探險故事 阿瑞我這邊就不劇透 留給玩家在遊戲當中好好的體驗吧 關於遊戲的下載連結呢 請參考影片下方的說明文字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黃飛鴻的功夫傳說了 關於黃飛鴻的武學當中呢 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個傳說 就是他擅長的成名絕技佛山無影角 這個角法他真的存在嗎? 讓我們先從黃飛鴻的小時候開始講起吧 黃飛鴻呢他是在西元的1847年 出生在廣東省的佛山鎮 關於他的出生年呢其實有兩種說法 這邊呢暫時表過不提 而事實上呢黃飛鴻的成名絕學 其實跟角的關係並不大 根據記載呢黃飛鴻擅長的有像 虎鶴雙行拳啦鐵線拳啦還有飛駝等絕技 而這些功夫又是跟誰學的呢? 根據香港的作家朱瑜齋在黃飛鴻別傳當中的記載寫道 黃飛鴻他一生的好功夫呢是失誠於他的父親黃奇音 而黃奇音的武功呢又是跟當時的南派紅拳大師陸阿采所學 講到這邊呢如果有聽眾朋友對於紅拳這兩個字感到陌生 不妨可以去Google看看前陣子很紅的印尼亞運武術比賽的影片 在影片當中南拳這個項目就留有很多紅拳的聲音 讓我們把話說回黃飛鴻 雖然啊黃飛鴻遺傳了他的父親良好的武學基因 練拳呢是非常有心得 但其實啊黃奇音原本是不打算讓孩子來學舞的 畢竟呢黃奇音自己是在江湖賣藝 整天在外面走跳深知這一行販非常的辛苦 因此他不忍心看到孩子走上跟自己一樣的老路 但是俗話說得好啊龍生龍鳳生鳳 黃飛鴻呢他對於拳腳功夫的興趣遠超過於四書五經 他不到弱冠之年呢就已經把父親的互惠雙行拳練得滾瓜爛熟了 而後來呢黃飛鴻還另外拜了一位紅拳家族當中的大師級人物 叫做林浮成跟他學習了鐵線拳以及飛鴻的功夫 這麼說起來那影迷們最熟悉的那一個佛山五銀腳 又是怎麼誕生的呢? 這個啊就要歸功給功夫片大導演徐克 他在90年代新版的黃飛鴻電影當中 一手打造功夫明星李連傑成為新一代黃師傅的形象 而李連傑呢其實又是我們當代武打明星裡面被譽為 腿功最深厚的一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特別設計一套用腿法為主的大絕招佛山五銀腳給他使用 仔細想想其實也蠻合情合理的啊 那麼關於佛山五銀腳的傳說就此結案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聊一下傳說中黃飛鴻他碩果僅存的個人照片 喜歡黃飛鴻的觀眾呢應該都看過這一張照片 可能也跟阿瑞一樣喔以為那就是黃飛鴻本人的肖像 但是啊根據有熱心網友指出呢 這張照片的本人其實是黃飛鴻的四兒子黃漢希的照片 會有這樣一個美麗的誤會呢其實是要追蹤到70年代 那個時候呢曾經有雜誌社的記者去訪問黃飛鴻的遺孫莫桂蘭 當時啊因為文章刊出必須要搭配圖片 可是呢莫桂蘭又一時找不到黃飛鴻本人的照片 只好派出兒子黃漢希代達 他還表示啊這兒子當中呢 他覺得黃漢希跟老爸長得最像 雜誌的影響力當然很大啊 照片一刊出之後啊不只是有讀者會誤會 連佛山的黃飛鴻紀念館都一度將這張照片誤以為是笨人了 講到這呢一定有人有疑問啊 為什麼黃飛鴻留下來的照片這麼少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在黃飛鴻去世的前一年 也就是西元的1924年的時候呢 廣州發生了商團暴動事件 黃飛鴻居住間開業的寶芝林醫館也遭到波及 屋內的物品全因為大火而複製一具沒有保留下來 而黃飛鴻照片會這麼少的第二個原因是 根據墨桂蘭表示呢 黃師傅他有的時候有一點點迷信 他認為拍照會折損人的陽獸 因此他很少讓人攝影 關於這個說法呢 其實在徐克導演的新版黃飛鴻當中 也安排了類似的橋段 話雖如此啊 仍然有些功夫迷呢 很努力的挖掘史料 於是呢有一位粉絲就找到了一張照片 而這張照片背面還有黃飛鴻的弟子 曠其天的庶民 加上照片的主角戀家呢 有些微的天花痘的疤痕 根據記載黃飛鴻年輕的時候 確實有感染過天花 因此呢粉絲們就相信 這很有可能是黃飛鴻傳世的唯一一張照片了 聊完了傳說呢 接下來該提一下 黃師傅他的真實人生 雖然真實的世界當中 沒有佛山無銀角這種傳說的功夫 但是黃飛鴻他開館獸圖 焦拳呢卻是十分的嚴謹 絲毫不馬虎的 黃飛鴻開始焦徒弟呢 主要是發生在他移居廣州之後 那個時候啊有三藍行的朋友 聘請他當武術教練 這邊所謂的三藍行呢 指的就是 簡單說呢就是販賣農產品水果還有魚肉的攤商 在三藍行啊 焦權交了三年多之後呢 黃飛鴻呢他又在廣州的回蘭橋附近開館授課 而原本果菜市場這邊的課程呢 就交給他的徒弟梁寬來處理 到此為止呢黃飛鴻他的教授對象 大部分還是以庶民百姓為主 等到了西元1873年 黃飛鴻呢他焦權也差不多有了快十年的經驗 這個時候呢他就正式受聘為 廣州水師的武術教練 而到了1882年啊他更被當時的 記名提督吳全美聘請為軍中的記籍教練 直到他因為父親病逝 決定辭去教練的職務為止 黃飛鴻有十幾年的時間呢 都在軍中交權 說起來呢真的是 男兒當自強募兵廣告的最佳代言人啊 除了在廣州軍中交權之外呢 根據《香港明報週刊》在2014年出版的 《香港武林》的記載 甲午戰爭發生的時候啊 黃飛鴻他還曾經跟隨黑旗軍的統領 劉永福的腳步來到台灣的台南駐守 參與過抗日的作戰 不過因為後來這場戰爭中國失利 黃飛鴻呢也黯然的回到佛山行醫 從此停止僵授武術 有人說啊黃飛鴻他是因為看到了 戰場上面敵軍使用的熱兵器 因此對於傳統武術的應用 有了不同的想法 關於這一點的真實性呢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的軍中經歷呢 黃飛鴻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 而他的武學傳承呢 也建立在有非常多優秀的土地身上 儘管啊黃師傅的晚年因為喪子之痛 因為寶之靈的活災過得並不愉快 但如果他在天之靈呢 有看到這些後人的努力 或許也能感到有一點欣慰吧 黃飛鴻的弟子當中啊 除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梁寬之外 在香港知名度最高的 就莫過於林雲凱跟林世榮兩個人 前者呢在清朝末年的時候 就來到香港 在市井小名當中呢有很多傳人 而林世榮呢 就是電影當中很有名的 豬肉榮這個角色的原型 他的弟子包括有像 豬魚齋、劉湛等人 其中劉湛跟劉家良父子啊 更是在香港的武打片蜂巢當中 扮演有非常重要的推手角色 如果要替今天的故事下一個結論呢 說書人想講喔 黃飛鴻在當時清朝末年的亂世裡面 選擇習武來安生立命 但是隨著改朝換代天下不再動盪之後 黃師傅留給後人的 就是他從武學當中體悟到的人生哲理 還有在全球開枝散葉的功夫文化了 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邊啦 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啊 歡迎到下方影片說明的地方 下載漢家江湖手機遊戲 一起去體驗黃飛鴻的英雄人生吧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一則影片 歡迎訂閱英雄說書頻道 收看最新消息 已經訂過的朋友 還可以按下小鈴鐺 二次訂閱 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喔 想看更多有趣文章 也歡迎到英雄故事粉絲團按讚加分享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是說書人阿瑞 我們下次見 掰掰